一架载有141名中国学生的客机 在美国旧金山机场立即追会 相传飞机在起飞前 原本有名美国官员 该乘坐此航班返回美国 却突然决定乘坐另一班的客机 这场空难的发生究竟是意外 还是别有用心的人货 其背后到底有何隐情 事发在2013年7月6日 航亚航空214航班 从仁川国际机场起飞 机上载有290多名乘客 以及16名机组人员 其中有110多名中国人 飞机在飞行途中没有发生意外事件 经过十几个小时的飞行 飞机很快就到达 美国旧金山国际机场上空 机组人员未防止意外 提前设置了付飞高度 同时机组人员也在进行着陆工作 然而在快降落时 飞机却亮起警报灯 系统显示飞机距离地面的距离非常紧 于是机长迅速拉起飞机 同时启动付飞模式 结果还是慢了一步 当驾驶员拉起机头时 机尾却直接撞向地面 就这样飞机从中间部分被分开 部分机身还向前平滑了很长一段距离后 最后撞上防波堤才慢慢停了下来 随着部分机身零件脱落产生了黑烟 还掺杂着人们的哀号声 值得庆幸的是 机组人员还处于清醒的状态 于是他们立刻向空管人员求助 经过这次撞击事件后 飞机上大多数乘客都受到了极大的伤害 更糟的是 在机上的人员被疏散前 飞机上的一个引擎突然着火了 如果火势蔓延 极有可能发生爆炸 就在这危机许刻 机组人员在客舱内及时打开了舱门 要知道214客机上都有紧急滑梯 在通常情况下都会自动打开 可在这种情况下 只有两个滑梯能正常打开 事故发生后的另一边 机场空管部门立即派人前往救援 大批消防救援人员以最快的速度赶到现场 经过救援队的全力扑救 客机上的大火很快被扑灭 在此次事故中 造成50多名乘客受重伤 6人被直接甩出飞机 更让人感到不幸的是 有三名坐在机尾的高中生当场死亡 而且有一名女子被救援车直接从身体穿过 此消息传到国内后震惊了全国人 因客机上有很多科技人才 使这场空难事件的原因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一时间众说愤运 还引起了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的高度重视 他们专门组织了一个调查组 来调查这次客机虚实的原因 一架满载141名中国留学生的客机 在降临美国旧金山机场时 离奇坠毁 到底是意外还是另有引擎 这起事故的调查结果又是什么 当美国相关调查员在到达现场后 立即对其展开了调查 他们最近想到的是 客机内部出现了问题 随后调查员进入村有浓烟的机舱检查室 在里面找到了飞机的航线图 以及机组人员的个人物品 之后又对飞机撞击的地方进行了测量 因为之前英国伦敦波音777客机 就发生过类似的困难 伦敦波音777客机在临近跑道时 因飞机在空中飞行时间较长 高空温度落差起伏过大 两个引擎突然发生失速情况 从而导致飞机动力系统严重不足 因而造成飞机的两个引擎内燃料管结冰 最终在飞机快要到达跑道前的草坪上坠毁 于是调查员就将两起空难事件合并进行研究 可二一次客机并没有发现结冰和任何问题的现象 简单来讲并非是机身的问题 这时另一个人进入了大众的视线 他就是华盛顿的雪莉桑德伯格 曾任过克林顿政府财政办公厅主任 以及现任联谱网的首席官 起初他也购买了此次航班 但是临近登机时却转换成了美联航航班 提前20分钟抵达了美国旧金山 然而临时换航班让他躲过了一场空难 但就是他的这一举动让人浮想联翩 据媒体报道 这次空难是有人蓄意而为止 其目的就是客机上的重高客机人才 而临时换航班的美国官员回答 他原本和他家人一开始是要乘坐这次拒毁的航班 但是他们在购完票后发现 美国航班公司所积攒的里程 能够为家人买票 所以才临时换了航班 提前在事故20分钟前到达旧金山 可是这一套说辞难以堵住悠悠众口 就在调查组先入僵局时 一个个猜测接踵而来 究竟是恐怖分子劫机 还是有人蓄意报复 为什么在客机上满是高技术人员时 恰好失事 一架再有141名中国学生客机离奇追毁 美国官员提前20分钟到达目的地 这真的只是巧合吗 只见调查员就寄希望于机舱内的飞机黑匣子 调查员通过黑匣子里记录的数据绘制成图形 从而更直观地了解飞机在每个飞行阶段的情况 调查员通过黑匣子很快就发现了客机的异常情况 据黑匣子的数据显示 飞机在降落前一分钟左右 发动机的引擎突然降到了慢车 这种动力变化显然是不正常 这也引起了调查员的警局 正常而言 飞机在降落的最后阶段应该加大推力而不是减少 否则需要另外的推力 抵抗起落架产生的阻力 并在之前的调查中就知道 不是飞机引擎的问题 发生如此发畅的信场就只剩一个原因 那就是机组人员操作失误 而造成了一场本不该发生的灾难 事情经过众多专家调查 却迅速引起了公众的热议 于是 追击事件负责人表示 虽然飞机失事是人们因素造成的 但并不是蓄意制造 而是飞机操作失误造成的 据飞行员准备降落时的录音 以及飞行记录仪的数据显示 调查员将飞行员错作模拟了出来 在距离地面撞击前90秒内 机长发现了一个让人不挤的大错 他将自动驾驶模式 错误地设定成高度层改变模式 此操作不仅扰乱了降落流程 而且还是飞机自动进入复飞模式 这导致他不知如何将飞机降下来 接着他立即将油门拉回了慢车位置 就是这一错误的动作 才导致了一系列的连锁反 最终没有及时挽救飞机坠毁的命运 简单来讲 这起恶性事故是因为驾驶员的经验 和适应性能力不足 造成的飞机失事 然而感到痛心的是 当调查结果出来后 韩国领导人居然只要求 韩亚航空停飞40多天 但韩亚航空对这一处罚表示不服 并且还认为过于严厉 甚至向相关部门提出了异议 从韩航的态度 大家可以看出唯利是图的丑恶嘴脸 在逝去生命的价值面前 钱财和命力 本就无法与之比较 在视频的最后 怨生者愤然 死者安息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喜欢的小伙伴 长按点赞加关注 下期我们不见不散